2分钟带地点玩 海祈祷的6个隐藏对话奖励 首先我们将时间调到早上 因为有些NPC只有早上才会出来 然后我们打开地图 找到望龙村最右边的传送锚点 就在地图上的右边 传送下来之后 我们慢慢把视角往右转 然后笔直前进 就在下面我们能看到一条路 飞行的时候我们再将视角往左转 就能看到左边有一架木桥 我们就顺着木桥的方向笔直前进就行了 在前面我们能看到一枚叫蔚来的小龙海 找到之后就可以与他进行对话了 我们首先选择第一个选项 然后再选择第一个选项 那么对话完成之后 他就会送我们几个海迪汁 领完奖励之后 我们将视角慢慢转向右边 然后笔直前进 这里我们只要一直向前走 就能遇到第二个隐藏奖励了 从前面的石壁一直往上爬就能找到 上来之后我们就能看到一名叫香川的NPC 接下来就可以与他进行对话了 我们首先选择第二个选项修炼 然后再选择第二个选项偷懒 那么对话完成之后 他就会送我们一本蔬菜书 领完奖励之后 我们再将视角慢慢往右转 在我们的前面正好能看到一个雷种子 然后就朝着这个方向一路直走 走到边上的时候 我们就能看到前面有很多房子 找到房子之后 我们就往左边的方向一时飞 飞到下面的时候 我们就能看到一名叫桃子的NPC 找到之后 我们就可以与他进行对话了 首先选择第一个选项 便宜不好吗 然后再选择关于你的丈夫这个选项 最后再选择找一个团聚这个选项 那么对话完成之后 就会获得几个持握 紧接着我们再顺着这条路一直往前走 走到前面不远处的分岔路口就停下来 然后再将视角慢慢的往右转 我们能看到前面有一个伊士 看到之后 我们就可以与林林进行对话了 我们首先选择第一个选项 理事 然后顺着选项一直点 他就会送我们一个圣遗物 领完奖 之后我们打开地图 找到珊瑚宫下面的传送锚点 找到之后就可以传送下来了 我们落地之后 就一直向前走就行了 也不用转动方向 一直向前走 我们首先走到前面的门口处 然后再将视角慢慢往左转 就能看到有一名乌女 找到之后就可以与他进行对话了 我们首先选择第一个选项 然后顺着对话一直点 他就会送我们几个珊瑚珍珠 那么领完这个奖励之后 我们打开地图 找到神社旁边的传送锚点 就在地图上的这个位置 传送下来之后 我们将视角慢慢转向左边 就朝着这块石头的方向 然后一路直走 中途也不需要转变方向 当我们走到边边的时候就往下飞 就在前面的正下方 也有一个隐藏对话奖励 我们将视角往下拉就能看到 找到之后就可以快速下降了 在这里有一名叫九美的NPC 我们与他进行对话就能得到奖励了 首先选择第一个选项 然后再选择第一个选项 那么对话完成之后 他就会送我们几个食物 以上就是海奇桃隐藏对话的全部奖励了 你学会了吗 非常感谢大家的关注 祝每一位点赞关注的小伙伴 小宝体不歪 万事如意 我是大老爷 我们下期再见 爸爸溜